今天我们采摘这种叫做口水甜白菜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口水甜白菜 我们拔一颗饭 哇 这种就是这么大的白菜我们撒得很酥就不移苗 多漂亮一颗够一长了 基本上我们采两颗吧 因为下面 爸老妈 那个甜白菜它是拔芽出来的 这里的 它很腻哦 很多芽 很多芽的 你就说你不拔的话也行 就是你剪的话它会有芽发出来这种 我们直接拔吧是吧 嗯 直接拔吧 精采了 对精采很多 我们拔就吃嫩了 这颗 哇 你看它发了好多芽 它这颗够漂亮的了 纯白的哈 再多一颗 哇 这颗 哇 太漂亮了 滴着水了 你看 你看下个椅 哇 三颗 要送两颗给人家 自己一颗就行了 然后我们就把房东网盖起来 不用农药也不用化肥的青菜就这么 这么安全 这么绿色的青菜了 长得这么大颗 非常的清甜可口 接下来分享白菜的种植方法 第一个是 种植土的 杀虫杀菌处理 我们利用夏天这种高温天气 用保温薄膜来覆盖到这个泥土 高温来焖土三天 然后再挖这个地来撒菜种 土壤经过高温焖土 土里的病虫还基本就杀光了 再撒上这个菜种 给菜种呢 撒上一个底肥发酵好的羊分 再用一层泥土覆盖好 三天之后 这个小白菜已经是 粗苗到地面上了 二十天之后 这种不移苗的小白菜就可以采收了 长得非常的鲜嫩 好 我们这个小白菜的话 就是撒种不移苗的 就是见苗来吃就行了 很嫩的这些小白菜 防虫往来防虫 就是用喷农药 就自己种菜的话吃一点安全的蔬菜 秋天我们收完这一茶小白菜之后 马上要种上一茶的这个甜白菜 现在我们兜了一匙 这个小白菜现在这种叫做烤水甜白菜 这种比较大颗的清甜的这种比小白菜 再会大颗一点的 我们先撒一层这个底肥 这个是腐熟的羊分啊 用这个泥土来盖一下这个 让小虫过来白种它比较有耐心 输一点这种很大颗的 接下来这一步就盖这个泥 擦好纤维玻璃棒 马上盖上防虫网 也就是说我们撒了种之后 马上盖防虫网的 之前的那个土壤是经过高温 杀虫杀精处理的 撒了种马上盖防虫网就保证 土里没有害虫外面的虫也飞不进来 期间就淋养龟肥水 我们菜籽底下是养有不归的 就是放了那个羊分作为底肥 平时一般一周淋一次这个养龟肥水就可以了 不用化肥 不喷农药 用防虫网来防虫 因此白菜的种植并不难 我们土壤要经过高温消毒杀虫处理 撒上菜种放农家肥作为底肥 平时淋有机肥水 就可以收获到无虫害的白菜了 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学习种养技术 关注三美夫妇